吴尔琴事要持续带您关注 激战10个月的乌东巴赫姆特 双方是互不相让 乌克兰最新也表示 俄军在巴赫姆特战役之中 阵亡人数已经破10万人了 那原本一直呛杀要撤出巴赫姆特的 瓦格纳佣兵首脑普里格金 在7号这天又说不撤军了 马路旁挖个洞架炮弹 巴赫姆特城镇战这样打 坦克穿梭 美国几秒就有爆炸声 这是乌军第93机械旅 最新战斗画面 到现在巴赫姆特还在火力拼斗 俄罗斯号称有新进展 但离完全控制巴赫姆特 到底有多远 来自上级的时间压力 因此乌克兰发现 俄军又在集结 为了多巴赫姆特 无所不用其机 连灵弹都用上 爆炸火光天女散花 只是俄军光自己人就搞不定 上星期大骂俄罗斯国防部不给弹药 瓦格纳领导人扬言撤退 交给车臣部队接手 结果短短48小时 瓦格纳态度大转弯 原来是国防部来摸头 两天前喊撤 现在似乎又不走了 瓦格纳一边称赞 有末日将军称号 去年底短暂带领 俄军公屋的苏洛维京 一边有大骂俄罗斯国防部长 肖伊古和参谋长吉拉西莫夫 同时传出俄罗斯副防长 米兹因赛夫遭到撤换后 马上加入瓦格纳 恐怕难一窥 俄罗斯内部挺不挺瓦格纳 派系分裂多严重 乌军全面反攻前 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 乌克兰趁这个时间 到德国继续练兵 而俄罗斯国内也很不平静 车子变形翻覆 地上炸出大洞 即使炸弹攻击 导致反污民族主义作家 普里平受伤 俄罗斯倒是很快宣布破案 俄罗斯公布影片里 这位嫌犯号称自己是乌克兰特务 是不是真的无法证实 唯妙的是乌克兰这次并没有承认 也没否认涉入 TVS新闻众报导 普里格金之前 喊要撤出巴赫姆特使 指定说要由车臣接手 每一个举动都在羞辱 俄罗斯的正规军 专家认为普里格金很厉害 但却是出了一个血招 它的盘算是什么呢 更多的分析 要交给资深记者张允熙 好乌尔之战 最近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瓦格纳集团 到底会不会撤出巴赫姆特 整件事情的发展 先跟大家说 在4月29号的时候 瓦格纳集团就指控说 俄罗斯只给他们需要 弹药的10%到15 说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他说他考虑要撤出巴赫姆特 还说5月15号的时候 乌克兰就会开始春季大反攻 此话一出 俄罗斯在隔天4月30号之后 就做出回应 他们选择撤换 后勤的最高将领 不过瓦格纳集团的 创办人普里格金 他还是持续的放话 他在5月5号的时候 就说他一定会撤巴赫姆特 时间都压好了 就落在5月10号 隔天他还说 他要求俄罗斯要调派 车臣的部队 来守巴赫姆特 取代瓦格纳的位置 而最新的发展 是5月7号的时候 普里格金他是突然改口 他说俄罗斯同意给他们军援 因此他们不撤兵了 这一出戏到头来 结果还是一样的 还是由瓦格纳来守巴赫姆特 但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呢 外界认为 现在就是瓦格纳跟车臣部队 两方面一起联手 来羞辱俄罗斯 跟俄罗斯国防部了 原因就是因为要凸显 正规军的无能 另外也是为车臣部队来制造机会 主要还是瓦格纳的策略就是 如果俄罗斯同意的话 他们获得军援 但同时他也行诉了舆论的压力 说俄罗斯给的帮助很少 另外如果俄罗斯不同意的时候 尽管车臣来接手 瓦格纳还是可以说 他前面也出了力不少 因此外界认为 瓦格纳他们的做法 就是让俄罗斯骑虎南下 双方的关系恐怕是越来越恶化了 乌克兰空军宣称 他们在六号时 以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 在首都基辅上空 击落了一枚俄罗斯的 匕首极英素飞弹 这也让乌军为之振奋 因为过去普清相当自豪 匕首极英素飞弹 还曾对外宣称 是有如刀枪不入 不过这回却被拦截了 乌军就说 就像是甩了俄罗斯一巴掌 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 又要登场 俄罗斯故技重施 享用特殊节日激发爱国心 我认为应该需要 去承认民主义 他可能现在有很多人 跟自己的状态 最终彩排中出现 白洋M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T34坦克等各式装甲车 道路两旁民众驻足围观 都说支持大阅兵 就的是这之前 才发生无人机夜袭 克里木林宫 就连普京赞不绝口的 匕首及音速弹 都传出遭乌克兰 毕首紧音速弹 射程号称超过2000公里 速度达10马赫 照理说拦也拦不住 为何栽在爱国者手中 成了大问号 规警象还发生在 俄国占领区 上千台车辆一涌而出 原来俄罗斯突然要求 扎波罗热电厂附近的民众 紧急撤离 是否担心乌军将在这区 大反攻留下想象空间 乌军去年收复赫尔松后 目前仍持续使用M777 榴弹炮对不远处的 俄军施加压力 只是俄军也加强猛轰 导致赫尔松得实施宵禁 居民余悸存表示 只能尽可能储存食物减少外出 这场战争持续剥夺 无国儿童的授教权 扎波罗热近郊 有校园建筑 尽管大致完好 但学童还是只能远距上课 更多证据显示 俄罗斯武器吃紧 微信画面拍下 俄罗斯去年底 悄悄解封数十台 1940年至50年代生产的 T55老爷坦克车 一次想重新利用 送往前线作战 这款坦克三月时 现身移动火车上 一名俄国军事部落客影片 证实老坦克就在俄乌战场 CN报导俄国T5老坦克 早在波安战争时期 就被英美主战坦克打趴 如今似乎因为制裁 就效 无奈回收利用 18号这天 乌克兰不平静 俄军又对基辅发动 无人机攻击 尽管乌军拦截 全数的35架 残骸还是造成建筑损伤 同天俄罗斯也对 南部港口城奥德萨 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发射16枚的飞弹 造成食品仓库起火载烧 对于乌军 后续反攻是否震撼各界 美军退降 谨慎观察 毕竟俄军在南部早有防备 主战会在何时何地轰动上演 依旧是最高机密 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